记者王行瑜综合报道,日本同志网红唾叶哥,紧口唾叶,因曾在深夜成人节目表演高速真空吸引爆红,但前段时间爆出送医住院,今日他在个人部落格宣布出院,受访时也透露罹患二型糖尿病。 据阿美本news报道,唾叶哥扣录约在四年前至医院检查时就有糖尿病的征兆,但一直不以为意,连药毒没准时吃,但去年12月又嚼小拇指图冒出少肉芽,唾叶哥紧贴了OK蹦防止恶化,没想到有天OK蹦脱落才发现已伸到能看见小趾骨。 唾叶哥送医才发现血糖值已标破500,医生决定紧急切除小趾,唾叶哥透露自己的确喜欢吃甜食,但这次住院后也改变饮食习惯,希望能让血糖值维持在健康标准内。 唾叶哥因糖尿病切除右脚小拇指,翻设字脸书。